因本月初的减产努力未能够阻止国际油价继续下滑 阿联酋能源部长马兹鲁伊当地时间23号表示 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已经准备召开特别会议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国22号且去科威特 就上次会议后的市场油价形式展开讨论 欧佩克轮值主席阿联酋能源部长马兹鲁伊 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如果当前的减产协议无法令原油市场明年实现供求平衡 欧佩克将同非欧佩克产油国召开特别会议 采取一些必要行动稳定油价 马兹鲁伊强调延长减产期限并不困难 马兹鲁伊表示 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监督委员会 将于明年2月末或3月初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会议 为稳定油价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本月达成协议 决定从2019年1月开始 日均减产原油120万桶 初步设定期限为6个月 但此举未能阻止油价下跌趋势 22号收盘 国际油价跌至2017年三季度以来新低